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他澄清 我不希望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绯闻 让简西出名 唐先生 有人要见你 你们什么人 知不知道我报警的话你们会坐牢的 父亲请儿子喝茶 能判什么罪呢 你可不可以不要乱说话 我知道你恨我 我也知道我很对不起家人 你有什么资格说他 你今天要不离婚 我记得我从十岁开始 我父亲就已经死了 我有一个心愿 希望你能够帮我一切完成 这是由家喻 也就是唐飞的母亲 以前写的一本十五万字的小说 后来 我就找人 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巨端 离缘之王 这是家喻的 愿望 也只有你能完成它 我没有信息 韩先生 我不看好唐飞 简熙 你疯了吧 离缘之王这个戏 我比你看得还要久 我答应你我也 但是我有要求 如果我在片场 发现你演个不好的话 我有权利换备 妙艺 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好人 只是我爱的人 是郝君 我不想你关心简熙 就是在戏里我也不想 我不会和简熙 但是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不懂你为什么 总是给她设门槛 她现在不适合谈恋爱 你知道吗 这会影响她的事业 我也是个普通人 我希望拥有正常女孩子的生活 自从你选择了这个职业的那一天开始 你就没有资格 再和普通人的生活 陆周 你就是个疯子 你从来都没有把简熙当过人看 我们不演了 别闯开 安心 安心 你被截固了 赶紧从这里离开 把唐妃的光彩给抢过来 你就是当之无愧的女主角 我不管你们台下是什么关系 但是站在舞台上 站在摄像机面前 你们俩就是合作伙伴 共同赢得观众 同时也是敌人 人活一世 凡事简单 却又永远都写不好一个拳子 还是怂 当日一见钟情结为抗议 如今看来都是年少无知愚蠢至极 从今日起 我和你一刀两断 在乎瓜葛 我从入行第一天起 我就戴着面具去面对你们这帮人 我手够 我未 感谢 1 6 6 6 7 6 11 11